我想要询问的是 陈其迈市府团队的处理 不管是行政或者是执行率 比前朝韩市府团队还要弱吗 如果你们觉得是这样子 请举手 那你们觉得陈市府团队 比韩市长团队还要强的 执行率还要强的 那换你们请举手 都不举手 都不弱 也不强 那你们现在干嘛 全部出去 全部都出去 没举手都会出去 这按你们认为还是前朝厉害啦 不会赢 我要说 前朝那个团队真的是很不错 他们所想的心所念的 真的都是为了老百姓 今天早上 中国国民党的市议员李亚敬 在高雄市议会咨询时 要求所有的官员 都必须举手承认 韩市府的行政效率 是比陈市长的行政效率来得好 否则就要请大家出去 那如此嚣张跋扈的行为 其实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在2017年的时候 李亚敬也要求海洋局的秘书 站起来背询 那同时呢 他也此笑这位海洋局的秘书首斗 是得了帕金身失证 可见这几年呢 李亚敬不但没有反省 反而还越来越嚣张 其实官员到市议会里面 背询呢 是义务 市议员也有权利对官员进行质询 但我们的法律并没有认可 市议员可以对官员进行羞辱 只有没有内容的市议员才会透过羞辱的方式 来掩饰自己的无能 我们希望李亚敬议员可以回归市政的讨论 请你不要再糟蹋市府同论 也不要糟蹋市议员的资权